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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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先生回忆说 在这个长50米宽近百米的礼堂里 除了99位中国高级将领 还有盟国军官和众多中外记者 楼上楼下作无虚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一鞠躬代表着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日本侵略军正式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我看到他这个鞠躬 当时我作为一个军人等了八年了 就看到了投降 屈膝投降 当时很骄傲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当时受降仪式上签署的降书 其中有九项重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清楚的写着 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及其盟国无条件投降 那在这个降书的后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呢 日军的投降代表 刚村名次 他的签字和盖章 而在降书最后一页上呢 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何应青上将的签名盖章 那这本降书的正本呢 目前存放在台北国事馆 这里强调的是应该是无条件投降 第二个是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 在中华民国东山省除外 台湾以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 指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以辅助部队 这是这个规定的就是中国的受降的区域和那个一个范围 那么最后呢 我觉得应该强调的就是说 当时中国政府是代表这个盟国方面接受日本的投降 所以这份是降书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 1945年8月26号 何应青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 100处缴械点 并指令了受降主观 其中包括越南河内和台北 16个受降区的系统资料 目前都汇总在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史定格在此时 日本侵略者亲自投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南京受降以后 全国各个受降区陆续举行了受降仪序 总共接受日军投降官兵120多万人 从1945年冬天至1949年的1月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日福日侨超过300万人被全部遣送回日本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不能忘记的纪念 我们明天继续